公主结婚三天就自尽而亡,宫女掀起她的裙子,才知道真相。 读历史,您是李,大家好,欢迎订阅本宫八历史。 我国曾有几千年的封建王朝时期,相信这是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的事情,古代的时候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处在一个男尊女卑的大环境下,男人处于统治者的地位,相比之下女人的地位就非常的低下了,没有自己的自主权,从小就要学习三从四德。 长大之后的主要职责也是相夫教子,传宗接代,就算是皇家的公主,有着尊贵的身份和地位。 从小就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但是也是没有自主选择婚姻的权利的,他们享受了公主身份带来的利益,就要承担起公主的职责,所以大多数都会进行政治联姻,成为皇帝维护统治的一个政治工具,在公主的婚姻生活中也夹杂着政治利益,所以生活也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幸福。 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一位悲情公主,她结婚三天就自尽而亡,下人在裙带上找到原因。 插个题外话,关注小编,后期会分享更多相关内容。 欢迎订阅。 好了,言归正传,历史追溯到五湖十六国时期。 这个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历史较久的一次大分裂时期,在北部与西南地区先后建议了二十多个国家,以少数民族为主,也是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大融合时期。 今天,我们要表述的主人公就是其中的一个国家的公主,南燕县五帝慕容德之女平原公主。 五湖十六国时期先后建立的国家较多,分裂时间较长,一些历史资料无法进行系统的整理与保存。 因此平原公主没有真实姓名的历史描述,只是以慕容氏代之。 所以我们对平原公主所了解的是,慕容氏。 先卑族 南燕时期,先卑贵族即与汉族士大夫合作,共同统治。 可以说南燕县五帝慕容德对汉族文化还是非常倚重的。 在当时的政治中先卑贵族与汉族大姓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以至于形成了百事合护,兼丁共急的局面。 平原公主作为慕容德之女,在她的父亲称帝后直接被封为公主。 平原公主不仅仅身份尊贵,天资也极为聪颖,对汉族文化比较感兴趣。 并且还谈得一首好情,在公主的条件当中,平原公主可谓是出类拔萃的存在。 《禁书》中记载,慕容氏姿容婉立,有才会,善书史,能古琴,得记铁位,属为平原公主。 这位平原公主从小就长得非常的漂亮,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是一位非常有名的才女。 她自幼就特别喜欢沿袭经史一类的书籍,深谙世子歌赋的精髓,此外还通晓英律,琴记了德。 尽管慕容婉姻公主并不是正宫皇后段祭妃的亲生女儿,可是她却照样在父皇和嫡母段皇后的万般呵护和精心培育下健康长大。 待慕容婉姻公主成年后,朝野内外的王孙公子,青年才俊借以娶到她这个金枝玉叶为荣。 很多想要借机攀附皇家的青年男子,纷纷以重金贿赂大臣,宁妇以及宫中的女官,拜求这些人帮自己在皇帝面前宝媒求亲。 好学之理的慕容婉姻公主,从小就读过很多有关女子修身养性,恪守富德的书籍。 深知女子嫁夫要更加看重夫婿的品德和才能,女子一旦嫁人成婚便要以夫为刚,忠贞不二。 如此才是一个贤得女子应有的内涵和做派。 当替女儿操心婚姻大事的县武帝慕容德,问及平原公主可有心上人的时候,慕容婉姻带着一脸的骄傲和倔强说道, 本公主此生断然不会嫁给凡夫俗子,希望未来的夫君一要得才兼具,而要合我心意,这样我才会嫁。 慕容婉姻的婚嫁宣言一出,很多才华寥寥,平庸无奇的青年男子就打起了退堂鼓,再也不敢叫人替自己求亲联姻了。 赌爱女儿的慕容德很快便下令要在王孙贵咒,宁门功勋之家里替平原公主择选贤富良絮, 再看遍了勋爵、功臣、世子、武将门帝中的一众适灵青年才俊之后,慕容德认为没有找到能令自己满意的人选。 因此,随后,他又将择序的范围扩大到了皇室宗族的亲眷之中。 断皇后的娘家子执俊一高才,得皇帝和公主的一致手肯后,成为驸马。 一日,断皇后的娘家子执断峰入宫觐见,这个少年郎神清气朗,眉飞入宾,背脊挺直,体型修长贱美,直叫县武帝暗自赞叹不已,心中对断峰撑到了鼠便。 又过了几天,断皇后与县武帝特意安排了断峰再度进宫匹民议室,实则是安排平原公主与断峰相亲见面。 宝读诗书且门帝显贵的断峰,是当朝年轻有为的臣子之一,他与平原公主两人刚一见面就互生好感。 在平原公主的眼中,断峰好耻明眸,眉目如画,身姿挺拔如若松竹,少年意气四郎是清风。 而这般俱异的男子偏偏又谈吐儒雅,言辞谦逊,处处都给人一种高贵洒脱的温润感,一曲情音俯辟,平原公主便对断峰彻底清新。 这一桩男才女貌,狼情惬意的婚事也就遇成了。 两个人狼才女貌,身份家事也非常的接近,对彼此双方也都有一定的好感,两个人结为夫妻,在当时也成了一段佳话。 婚后的平原公主与驸马断峰的感情极好,皇帝老子精心给挑选的人肯定错不了。 二人过了一段幸福而又甜蜜的生活,只可惜命运就像是跟平原公主开了一个大玩笑一样,当时宫中出现了一些流言。 说驸马断峰有谋权篡位的想法,这让慕容德非常的生气,甚至没有考虑自己女儿的感受,也没有去查问这件事情是真是假,直接就将驸马以谋反罪名斩首示众了。 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对平原公主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但是,当她还沦陷于对前夫的悲痛中时,她的皇帝老子却完全没能体会她的心情,反而不顾她的情绪,而又为她找了一位驸马。 受光宫愚斥,她很早就喜欢平原公主了,也非常贪恋公主的美貌,对于能够取得公主,她也是非常开心的。 而平原公主却完全不同意这门婚事,平原公主从小就喜爱汉族文化,虽然身为鲜卑族人,但对汉族的文化了解颇多,尤其与段风结婚后,让她有了更详细的了解。 因此,当平原公主知道皇帝老子要她改嫁时,她对服侍的丫鬟说出恋女不是二夫的道理,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得到皇帝老子慕容得的同情与理解。 禁书,记载,慕容氏为氏必约,我闻忠臣不是二君。 真女不更二夫,段氏既遭无辜,岂不能同死,岂父有心于重行灾。 今主上不顾礼仪嫁我,若不从,则为言君之命矣。 就这样负命与皇命同样难为的平原公主不得不嫁给了鱼翅。 当时的鱼翅见到如此漂亮的平原公主感觉中了大奖一样,分外欣喜。 所以面对平原公主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洞房时,并没有过多的计较。 直到平原公主第三天回宫,没成想这一别便是永远。 回到娘家宫中的平原公主像往常一样吃饭,洗澡,更衣,但到了晚上,她却选择了自意而亡。 等宫女们发现十一晚,只看到她在裙带上留下的自己,死后当买我鱼断胜目测。 若魂魄有之,当归彼已。 此举在公主出殡那天看哭了无数人,其中就有鱼翅一个,对爱情忠贞不渝的平原公主。 为了自己的前夫,而在婚后第三天选择自尽,不但佩服她莫大的勇气,更为她的痴情所感动。 自古有多少公主沦为政治牺牲品,又有多少公主承受着精神上的折磨,却只能苟活。 而平原公主无疑是个例外,她用自尽的方式向封建皇权提出赤裸裸的抗议。 不得不让我们为之惋惜。 当南燕国的子民听说了平原公主自呛的原因之后,纷纷扶老邪又到路向两旁站定,自发地送这位悲情的公主最后一程,并称赞其为真灾公主。 古语云,忠臣不是二主,真女不够二夫。 想来那坚贞不渝的慕容婉英公主对已故的先夫断封迪,却是情根深种,而且至死不渝。 如果你也喜欢历史,觉得内容对你有所帮助,记得顺手点个订阅。 你小小的订阅永远是我持续写作的动力。